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聊天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4月7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中国的疫情 根据国家会经委消息 4月6号24时 31个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84例 其中吉林890例 上海322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1711例 其中上海1966例 吉林1546例 截至4月7日70 全国现有中风险地区325个 高风险地区41个 大家看段视频 上海新增阳性患者病例不多 但是这个无症状是19660例 马上就2万例了 继续在爬坡啊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啊 这个上海那前一阵子的确是失控了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这么快啊 这么多 我记得这个奥美克荣刚到中国啊 应该是在天津 12月份发现的 也是传播了20天了 在这个社区传播 但是天津一直是几十例阳性 也没有出现说2万这样的一个数字 但是上海已经出现2万的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那说明上海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 比当时天津啊 可能出的披露还要大 前一阵子啊 传言说这个上海周边的损失啊 主要是江苏浙江了 要为上海腾出十万桩病床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出来了 这个澎湃新闻的 从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地出组获悉啊 4月初江苏浙江将紧急为上海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啊 相关隔离人员提供防员 总共是6万间 大家看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及工作量 协调 组织 这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关键你要把这6万人密接 还得把它通过流调 把它调查出来 这个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远远超过了武汉当年的这个疫情 从这个报道来看 孙春兰副总理还在上海 还在督战 我看昨天还开会了 那孙春兰在上海待了好几天了 这两年多来啊 一直不到上海 一到上海就待这么多天 确实说明上海很严重 从某种程度上啊 上海的这个疫情防控啊 这个工作已经不在上海市领导下了 上海市估计就是执行 一般这个国务院这个副总理啊 到哪里你要看这个时间段 如果这个疫情啊 差不多快结束了 这时候副总理来了 那么他是代表中央来慰问的 来嘉奖的 干的不错 来表扬的 如果是疫情刚开始 他就来了 那就说明重视 来这个嘱咐 来下指示 那孙春兰副总理这次到上海 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啊 给人感觉啊 更像是波乱反正啊 上海从精准防控 到后来的什么切块式调查 再到什么痊愈禁止 再到什么化疆而至 先按普通再按普西 这个种种的这个防疫这个思路啊 总之带有上海特色 带有什么咖啡味 上海自称的咖啡味 咖啡城市啊 这里补充一下啊 上海有盟军俩通过种种手段 出了上海 到了杭州啊 一个什么万象城 观山厂 又是坐地铁啊 最后怎么抓住的 我不知道 查到了 可能是开机还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是阳性啊 这个我想大家可能在网上 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这个妇女俩 在万象城喝咖啡 这个也激起了这个 杭州市民的愤怒啊 你在上海喝咖啡 就算了 阳性患者 不辞劳苦 跑到杭州去喝咖啡 观山厂 我看了那个 杭州市政府的通知 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第一步是紧急通知 整个万象城 还有有可能的这个 到过的场所 统统的通知他们 要静态 要隔离 说明地方政府 如临大敌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说上海的管理 真的很有问题 你阳性患者 怎么能随便跑呢 这不也是密接吗 都已经这个查出阳性了 他怎么能出上海呢 所以这点 让人匪夷所思啊 这里是插一下 这么个小插曲 那么这国务院副总理 到了上海 直接就把上海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模式 就是探索 就叫停了 不能再探索了 再这么探索下去啊 就要完蛋了 对吧 现在叫停 都已经有点晚了 你看现在已经2万了嘛 全国以前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一天也没有到2万 现在上海 轻轻松松的 就过2万 不管说奥米克风多么轻 但是毕竟目前 中国还是叫 抗疫还是一盘棋 全国是一盘棋 都在搞这个动态清零 那就绝不允许 有一个地方 搞什么共存 你把人又管不住 刚才那个母女俩 对吧 你又管不住外衣 那只能把你叫停 这也没办法的事 所以说啊 这个有人看到啊 说上海市委书记啊 压力很大 六神无主啊 可能也认为自己闯祸了 如果疫情能控制住 那还好说 如果控制不住 继续恶化 那这个上海 可能有一帮人啊 要为此负责任 甚至影响接下来的这个大会 这个很难说 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张文宏 为什么聊张文宏呢 因为张文宏跟这个刚才说的上海市委啊 以及这个潜在的这些斗争啊 还有一定的关联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 一个风向标 或者一个研究的这个对象啊 来聊一聊 大家可以看段视频 现在上海的疫情很难 可是比上海更难的 是处在网报中心的张文宏 自从上海疫情每日新增几千之后 网上开始出现各种骂张文宏的声音 他们说张文宏抗议不力 主张躺平 这一次上海的疫情失控 他要承担全部责任 翻遍张文宏的微博和公开言论 发现他一直强调的是 动态清零和保障民生反对躺平 而且他只是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 不是卫健委负责人 不是政府疫情负责人 为什么要为这次疫情承担主要责任 算是第一次体会到破骨万人锤 抢倒众人推 看到张文宏现在落难了 他们赶紧过来落井下石 把所有对上海防疫失控的力气和怨恨 全部发泄到张文宏的身上 这个女主持人呢 仗义之言为张文宏说话 这个值得点赞 现在晚上有人抓住张文宏不放 在这个攻击张文宏 实际上这个很正常啊 就是说作为个人 你对张文宏有什么看法 这完全正常 你说他狗屎不是 你说他这个是什么西方买办的代言人 你说他是汉奸 都行 这是你个人的权利 你要这么说 但是也注意这个 不要侵犯别人这个民运权 对吧那是你个人认为他 给他定性 那是你的事 你有你的自由 只要不侵犯别人民运权就行了 但是呢咱们关心的是网上有一股势力 有一些这个大威啊 他在这个不停的在带风向攻击这个张文宏 我也看了一下 这些大威啊 有个共同特点 反正比较左 崇尚文革 崇尚毛那一套 我不说 大家也知道是哪些人 实际上崇尚左 崇尚毛那一套 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这是你的证件嘛 但是这个手法不太合适 把张文宏个人的一些言论 擅升为这个上海市的一些决策 进而再擅升为跟中央这个对抗啊 是路线之争 这就是有点无限上干上线的意思 他们攻击张文宏实际上呢 是在攻击这个上海市委 但是他们不能直接攻击上海市委 这个是很风险非常大 攻击张文宏的风险小 没什么风险 大家可以把我说的这些 自己在网上去对照一下 看这些人说话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已经脱离了 早就超过了探讨张文宏本身 实际上上海市啊 咱们也得也分开看 上海市在这个疫情防控中啊 你可以把它定型为这个叫探索 前两年上海市委这个探索是成功的 不管怎么说 这两年来他没有封城 他防疫代价非常小 没有影响上海的这个正常的发展 经济生活 人们日常生活都没有影响 那至少这两年他是成功的 他没有这个过度防疫的问题 他也没有这个出现封城啊 这极端情况 这就是城市啊 对吧 你不能把他抹杀掉啊 不能因为他现在很拉胯 把他以前就抹杀了 对吧 他以前不管什么手段做到的 甚至有可能采取这个 一些瞒报啊 虚假数字啊等等啊 总之不管白猫黑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他既兼顾了经济 又兼顾了防疫 至少这两年他是成功的 但是在奥米克戎这个病毒面前 他的这些这个所谓的探索就失败了 你非要说上海市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啊 这个探索失败之后啊 不能及时纠错嘛 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还要这个什么国务院 党中央去帮助他 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没办法自我纠正啊 这个咱说的是比较大话啊 大帽子 另外细节说吧 就是上海市这个山山下下 政令啊 这个管理能力 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啊 这次奥米克戎一检验啊 发现他比全国其他地方好一点 好不了多少 而且这种好啊 可能还不是他自身带来的啊 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地位啊 以及中央的政策等等吧 就是外面给他附加上的 不是他自身的 由内而外的那种 对吧 散发出来的那种好和素质啊 简单的说啊 就是这种好啊 可以剥夺 随便就可以剥夺了 如果是上海自身的这种好 你外面很难把它剥夺掉啊 对吧 你可以把它剥夺 但是他很快就能恢复啊 这个体现在就现在 天天就是买菜难对吧 虽然上海市政府也在解决 但是你到现在还没解决完啊 多少天了快一个月了 毕竟深圳 他没有发生这个情况 人家也封城七天 这个菜不照买嘛 外卖照送啊 没有出现大面积投诉啊 说这个抱怨啊求助啊 还抢菜啊都没有啊 所以说大家批评上海 不是没有依据的 因为人深圳做到了 你上海为什么做不到呢 对吧 这也不是什么高要求啊 所以说我觉得上海市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观察 肯定有这些问题 但是也不能把人家的 所有的以前的功劳都抹杀了 更不能把人家定性为一个路线之争 就是违抗中央 我们继续说回来张文宏 关于对张文宏的态度 我以前视频里都说过很多回来 这里不多说了 张文宏呢 从他自身说啊 他有点这个不知道自己啊 是怎么在网上红起来的 这么说可能不准确 他可能自己知道的 只是没有重视 当初在网上把它炒红 实际上是有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就是 刚才前面说的那个左的啊 这个这一拨人 因为他们需要这种宏大叙事啊 他们需要这种全国一心啊 什么众志成城啊 齐心协力 一起抗议啊 这种场面 这不就是那种 比较左一点的这种思路吗 符合那个调调 符合那个口味啊 正好在武汉啊 疫情需要团结力量的时候啊 大家齐心协力 要全国四面八方 支援武汉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这些咱们都很熟悉啊 一方有难 后面必须是八方支援 要么怎么体现出这个祖国大家庭的什么团结 温暖呢 等等啊 所以说这个张文宏就在那个时候啊 偶然的机会冒出来了 那么这一股力量啊 就成为张文宏的这个推手 把张文宏就往这个神堂上推啊 加上张文宏刚开始的言行啊 非常符合这些人的口味 什么有困难 共产党员先上啊 什么对吧 等等 豪言壮语 我想啊如果当初央视最早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哎呀这个喝粥啊没有用 要多喝牛奶 估计啊那个时候就直接就不会再就把它捧红的 结果他偏偏说了这个让共产党员先上 大家要琢磨这个味儿 那他红了之后呢结果事于愿违啊 就是张文宏他的言行啊比较直率 快人快语 说的都是啊喝粥啊没有用 没有营养都喝牛奶啊 什么让他对中药发表意见啊 他总是支支吾吾的 像极了啊这个西方啊美国啊 总是让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态 那这些西方国家就希望中国谴责 那中国他总是不谴责 那这些网上这些人呢 总是希望张文宏说一句啊 中药管用啊 莲花青纹江南就是好就是有疗效 因为他是管那个叫治疗族吗 专家组作长管治疗的吗 他给这中药背书 那不更有力量更有力度吗 但是他死活就不说 或者说的总是不到位 还加上说这个喝粥没有用 喝牛奶才有用 这简直是侮辱中国传统文化啊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小米粥是最养人的 这要颠覆了中国人的认知啊 所以啊就是第一波啊 把他捧上神坛的这些人发现搞错了 本来是要把他培养成代言人 要去跟这个西方啊 共存这种理论呢 做斗争啊成为这个批驳西方 与病毒共存这种理论的这个起手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后来张文宏本人还在宣传与病毒共存这个理论 这在网上那波人看来 你这不就是投敌叛变了吗 这不把他搞倒是不行的 发现造神造错了 所以后来就有这个张文宏的假温品事件等等吧 不把他弄倒是不行的 我说这么多啊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 后来上海市委给张文宏站台了 上海市委书记啊去参观张文宏的什么实验室等等 这个大家都清楚 这就是给他站台 给他打气的意思 在张文宏最困难的时候 那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晚上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啊 攻击张文宏变成攻击地方政府 最后删身成路线之争啊 非把你整到路线上去 你整个地方政府有问题等等啊 从这些动向来看 反正这个中国这个舆论厂极不寻常 我记得很多人说过啊 说中国立文革啊 只有一步之遥 从这角度上看 这个你不能说他没道理 总有那么一股力量啊 他背后动机啊是不太纯洁的 他已经不是就事论事了 他是通过打倒张文宏 进而打倒地方政府 进而是打倒一条路线 然后啊 要把中国啊 带向这个 他所崇拜的啊 日思夜想 梦想回到的那个年代 所以这个啊 作为网友还是要警惕啊 如果说你批评张文宏 其实这很正常 但是你批评张文宏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是不是什么四朝的左右着呢 是你自己愿意批评的 还是被人裹挟的 或者还是被人误导的 我想啊 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被误导的啊 所以简单点来说 对张文宏这种现象的容忍度 能一个社会能不能接纳张文宏 能不能接纳他的观点 能不能容许他说话 这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这个叫文明程度 如果连张文宏这两人都不能说话 把他嘴个封上 或者他吓得不敢说话 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在倒退嘛 如果张文宏啊 可以某种程度上的畅所欲言 对吧 因为在国内你不可能百分之百 畅所欲言 但是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他想说的话 或者他专业之类的事情 那至少说明这个社会是进步的 是包容的 是开放的 只是他说的对错 你可以讨论嘛 你可以批评他的观点 我倒是觉得啊 如果像张文宏这样的人越多 反而中国啊 不太容易 重组啊文革的老路 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